朝鲜小哥哥突然开挥机朝着首尔写字楼飞去 咆哮的声望立刻引来无数韩国小姐姐竞争腰 然而看她的眼神就知道 战斗机马上要撞上大楼 突然 强大的鹰爆将整层锅离击碎 像下冰雹一样散落地面 而闯祸的米格29抓紧溜走 想通过高楼将后面的泡菜F15甩开 没想到F15紧追不舍 于是在首尔街头上演了速度决战 朝鲜飞行员眼看还没把F15甩开 他瞬间上头发射导弹 朝着不要钱的大彩电射击 想要给后面的F15制造慌乱 而F15依然死死追击 眼看已经脱离城市中心 F15立刻开枪朝着米格29射击 街上的人瞬间吓蒙 好不容易出趟门还遇上了这种事 三架战机慢慢远离城市 正当F15想要对米格29发射导弹时 突然朝鲜飞行员一个眼镜蛇激动 然后再衔接一个惊斗鬼魂 瞬间就从F15上空划过 然后莫名地出现在他后方 于是朝鲜飞行员立刻开始攻击 一梭子机枪就将一架F15摧毁 辽基看到飞机被击中 只能先行进行弹射跳伞嚎声 而飞行员考虑到下面仍处于居民区 于是他继续驾驶着冒烟的F15 然而最终没能来得及弹射 无受操动的飞机一头撞到了山上 而另一架F15看到队友阵王瞬间上台 想要请求基地发射导弹机录 然而基地的回答是 对方已经进入停火线 要求他立刻返回基地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 刚刚弹射跳伞的辽机 后来居然降落在了朝鲜境内 并且被大量士兵追杀 而朝鲜战机位 会突然出现在韩国里面 朝鲜境内一架直升机刚要起飞 然而 原来是朝鲜发生了变化 并且他们打算发射洲际导弹 而目标是漂亮国 漂亮国与炮菜国立刻召开紧急会议 打算出动引擎战机将核武摧毁 此前一名韩飞行员 迫降在了朝鲜境内 他想要联系基地前来营救 没想到GPS信号同样被朝鲜截取 请客间引来一群士兵追杀 而炮菜国想要立刻前去营救 没想到米爹却完全不答应 认为这是孩子的叛逆行为 空军基地的同伴都快急疯了 想要立刻开飞机行动 而这时候首长正好前来 认为他目无军纪逮着就是一顿训斥 并且还想将他关禁闭 而他还傻傻地在争议 他始终想不明白 何时拯救同伴也成了过错 而首长心里有苦说不出 米爹不让行动他也没办法 后来连最优秀的飞行员 都跑过来请求他派任务 看到他如此听米爹话 手下都开始看不起他 于是他瞬间上头 立刻召集军队高层开会 最终决定违抗米爹前去营救 同时他们还要摧毁核弹发射机 看这阵仗炮菜国恐怕几乎把家底全派了出 不愧是韩国空军征兵宣传片 老总在737和平之眼中全程指挥 他非常清楚飞行员那是无价之宝 就算是韩国飞行员那也是无价之宝 必须要全力营救才能稳固军心 米爹得知消息后都惊呆了 孩子居然翅膀硬了不听话 谈吐之间还透露着两家话 说这是他们自己家的事情 不需要米爹的插手 那就来看看泡菜国到底该如何营救 此时两架战机已经进入了朝鲜领空 并且已经被原山的军事基地侦察到 顷刻间对空导弹就开始部署 泡菜战斗机警报瞬间响起 原来是下面的加特林 泡菜战机立刻顶着子弹 然后朝着下面的飞机跑到扔炸弹 可怜了下面的朝鲜士兵 然后X-15又是一发打弹射出 直接将朝鲜飞机仓库炸掉 而泡菜飞行员 此时正被一群朝鲜士兵叫了 身为国宝的他 最终能否被成功救援 感谢您的词 此时 让我们来在一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最终能否判 尤其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思路开始清晰了起来 他打算先关闭飞机引擎躲避后面的导弹 没想到导弹果然上当了 然后他自由落体向下补充 距离目标更近后再次锁闭 又是一发导弹向下发射 一枚洲际导弹竟然被摧毁 而原山军事基地也成为了火海 不得不说他飞机开得确实帅 然而 不知道从哪又冒出一发导弹 死死跟着他冲入云霄 突然 他驾驶的F-15两两 最终落入大海 把家里的小美都快吓哭了 两小时后救援部队返回基地 浩蔡国王牌飞行员 荣归故里 这是韩国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空军电影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看了看 结果发现 人家拍得确实不错 推荐要看就看后半段 前半段叙述的都是爱情线 而后半段才是男人该看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